民進黨團召開記者會宣布提事先案 立委徐曉欣就刻意站在黨團門口聆聽 還拿出捲尺 精良一百公分 讓這場記者會的媒體目光 幾乎都鎖定在徐曉欣身上 黨團任怨不忍了 大罵作秀 徐曉欣說這是替陳玉珍討公道 不敢從自己的正門走出去 他們知道他們昨天羞辱 陳玉珍委員的行為就是一場錯誤 陳玉珍委員在這裡所受到的羞辱 所受到的霸凌 會有人幫他跑回來 我們黨自己請主問 好不好 陳玉珍二十五號路過民進黨團 聆聽記者會內容 就被立委嗆聲 雙方爆發口角衝突 徐曉欣反問民進黨這算丁哨嗎 如果覺得是監控 那就把門關起來 別給人看 不過場內的綠黨團三長 倒是不理會徐曉欣的踢管 提出了七大事件理由 聲稱要來搶救憲法 國會改革法案二十六號正式生效 但從總統賴清德 行政院 監察院到黨團 輔院黨釋憲四件齊發和廣大民意對幹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類比賴清德是希特勒 批評賴清德將個人好物 凌駕法律上是他的政治生涯慣性 當年台南市長兩百三十二天不進議會 如今釋憲結果出來前也不會到立院國情報告 正是走上獨裁的第一步 賴清德本來就是非常獨裁壓霸的心理 行政院最不該提視線 他已經接受了 他已經什麼視線 邏輯不通啊 精神錯亂了 賴清德要大提他就提 沒有割掉了 賴清德挑戰百分之六十名義 根據TPOC台灣議題研究中心的調查 網路好感度已經從上任時的0.51 崩盤到0.22的低谷 但仍然一意孤行 也難怪被藍白痛批獨裁 記者碰你的按讚 評論台北三豪報導